第五十九屆金麻將 十九號即將在國父紀念館登場 光是港片致詞 就是為14項成為最大贏家 國篇一家子兒姑姑叫漢咒 則是為13項緊追在後 到底誰能夠把最佳營地以後抱回家 就用武俠編來帶你預測一下 初犯大一幕的金正營地 有安順在一家子兒姑姑叫中 飾演迅哥是阿慶歷經賽格失利 兒子失蹤 如今壓跨車的心靈 虛擬的眼睛就要他第一次入圍金馬 這次叫做一地寶座 睽違十年再度入圍金馬獎的張孝全 只是在最後真相中 是因為為了流量不擇手段的國慶名嘴 甚至跟逃犯口座 特脫以往九次風格 獲獎呼聲也是香蛋糕 我已經想好 要怎麼創造的話題 你就想要幫一個殺人犯 我現在幫我自己 做完了 這種心悟運動被壓下去 你他媽的在保護殺人犯 同樣要找出金馬營地的海遊 並且上都入圍的黃車盛 在登討香港難民一體的 白日清真正 視野性格完強 卻有心靈內心的緊承車司機 另外協助一位難民的孩童 就像一團公路逃亡機 也讓人期待 這次能夠抱回營地寶座 你不覺得我好笑嗎 你為了三四七個帥 帥哥付出這麼多 你的兒子呢 感謝收看暗黑系電影《致趣中》 和劉亞瑟副表演技 來人夜中創入圍這次的影帝 好 在劇中飾演社會底層的劉亞瑟 意外開車撞傷林家洞的妻兒 讓社會警察的他一心只想復仇 男人外面詮釋出罪責和救贖 劉亞瑟也憑著劇中一獎 獲得江港金上獎最佳女主角 這次問李錦馬營後 可以說是來勢雄雄 超強禁定還有 許多入圍 報告黨獨金馬一號的張愛家 今天陪著燈火藍營 以及你想完成賬戶醫院的孤獨女子一角 要再歷拼一座金馬獎回家 我是美香 我一定要幫她完成這個懷疑 紅山羊找出以後的名單 根本就是媽媽大對決 很多出演電影就嘗試問你以後的蔡薛彥 帶著被犧牲產生的女兒到處找出路 畢竟入魔的演技 帶給觀眾滿滿的恐怖壓迫感 也讓大家散完能夠奪下這次的金馬一號 六年前曾經觸犯了可怕的禁忌 一直想著怪物的話 怪物就會租到你的腦袋裡面去了 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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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還有同樣是演單親媽媽的原理鈴 這裡是小了點 不過住住先的 都挺好 又在穿 冷氣沒壞 最後這次一輩子為了家人做牛做馬 最後決定放手一搏 為自己而活的親家婆大媽 黃慧芳 出國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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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醫院是建造的公司 他們要我早一點過去 那現在怎麼樣 我們下次再去苦約囉 孩子小的時候 比較需要附和 你把時間都要在台灣山上 後悔嗎 最後到底講過誰架 請繼續鎖定 下午茶新聞 第五時姐姐金馬獎十九日 齊陽在國父紀念館登場 今年名單大刷新 男女配角出現許多神面孔 這話不多說 午茶邊馬上幫你來認識一下 日為的有 你開始做什麼 七月才拿下飛影男配角 接著日為金馬最佳男配角 演技背上肯定 這次在電影這舞當中 終於不再是本配酒色 而是飾演季雅家庭的家族 很高興 東東 你們想不想回爸爸家 天啊 好 那我們回家 接著禮安 日子裡存三個五年 再度找出最佳男配角 在香港經費題材電影致詞中 飾演幾艘第一名畢業的菜鳥警員 當中有許多動作戲 車保戲也探演 做出戲數一生最幸福的戲 啊 啊 啊 你知道 新生蛋演員朱宣揚 入圍金中男主角後 又與電影《黑的教育》 角逐金馬男配角 劇中飾演一名在畢業前夕黑化的高中生 韓國劇演員鄭東煥原本是韓劇會長專業婦 但這次在電影《滑入阿豬馬》中飾演男男大叔 你哪裡 我 新加坡 我可以韓國語 你好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再來 雖然是生面孔 但一口氣就入圍男配角和新人獎的吳志強 在片中心也一名孤兒 狂野風店 卻有韓口老師 幾句壯麗演技也是來勢叔叔 有韓國 反正是哥哥自己跑 而童軍演員楊麗英和李夢瑩花也入位最佳女配角 在電影中心也一對母女與一家子兒咕咕交 也是今年入位大贏家 讓人相當期待他們能否在金馬殿堂上咕咕叫 不得不說 除了自身演員楊麗英外 今年女配角真的是出現許多新面孔 現年十多歲的芳玉婷 去年才以美國女孩拿下金馬最佳新演員 今年又在鬥雲最後真相角度女配角 飾演張少群女兒相當於上一部電影 這次角色的女飾演更加成熟 等我找到東西他們就不要再操了 有個網友在安養院工作 你幾歲叫什麼網友 73歲的做人員林詹真妹 首次演戲就闖入金馬殿堂 在片中飾演員住民同母哈勇的妻子 是貫穿全面的精神靈秀 最後是演員余湘林曾入圍香港金蝦獎 最佳新演員 這次在香港愛情電影原路山高拉州 飾演男主角大學生的編排最像 你可以做回你自己的 你分手 到底這次的新面孔 能不能雙性金馬獎得獎名單 11月19號別忘了鎖定 下午茶新聞 描述殘良警官 因為總連續凶殺案 與剛複職的資深刑警搭檔 沒想到案子破不了 又引發了一連串事故 港片支持的導演鄭寶瑞 以同年回憶 建構出一個真實又魔幻的香港 電影獲得金馬獎 包括劇情片等14項提名 是今年入圍最大贏家 同樣將鏡頭對準香港 白日青春探討的是當地難民議題 一名計程車司機 在幫助巴基斯坦一難民逃亡的過程中 展開了另類父子情 切實又動人 而國篇海融家 講的則是高山上的泰雅部落 一個三代同堂家庭 所發生的故事 真希望妳媽媽現在還在嗎 幹嘛一直講媽媽 大家對原住民太有距離了 對啊 因為我們還滿歡樂的 所以就希望說 我們一樣是本土電影啊 對啊 可是都好像變成一個 很難懂的一個族群 對 所以就希望透過 這樣一個家庭的故事 你會多認識一些 在高山上的那個 的一群族群的人 只要控制他們的吃 他們就會願意複喜去比賽 如果這部片 它其實有一個機會 讓你去直面這一些沉重 因為其實我們人生 都會很沉重耶 說實在的 只是我們趨急避兇 我們早樂子 早樂子 但不代表這些苦痛不存在 導演詹經理 以賽哥比喻人生 所創作出的一家子的咕咕叫 透過一個分裂的家庭 因為一隻反價的鴿子 慢慢揭開了這家人 心中的記憶商頭 也一舉入圍的金馬十三項大獎 這是我們在新家的第一天 好溫度啊 一樣是獲得十三項提名的詹 在詛咒電影的基底上 加入了親情 他能夠走進更多人的心裡 是因為你在看我們之後 你會覺得你是被詛咒了 還是你有機會祝福這個 看起來天真無邪的小女孩 你要同情自己還是同情她 除了恐懼外還能夠觸摸到人性 今年劇情片入圍名單 港台各端出佳作較勁 女主角部分也同樣精彩 我做這部影片其實 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幫忙 發解我女兒身上的不幸 我可能是一個個性很倔強的人 可是李若南不是啊 她就是一個很衰的人 她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變成用蔡宣燕的角度 去看這個角色 但其實不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從這個角色 去看外面的實際 飾演單親媽媽的蔡宣燕 從劇場演員到成為億萬漂房女星 除了要理解角色 還在揣摩驚恐神奇 過去做噩夢的經驗給了她靈感 當我終於發出聲音 我就喊著 很用力的喊著說 救命啊 我是這樣喊著然後一路醒來的 當演員好笑就好笑在這邊 明明嚇得要死 我第一個想的事情是 原來是這樣 我以後就知道演鬼片被鬼追 是什麼感覺 就是要這樣叫 原來可以叫這麼浮誇 因為這完全是真實的情緒 而且我那個救命啊 我那個導演 這個小一點 不過是主持人的 都不錯 有這穿 同樣演單親媽媽 模特兒出道的港星園裡裡 在窄路圍城裡的角色 為了照顧女兒四處打工 儘管生活貧困人不放棄希望 平常如果要回到房間 我有照顧她的 都不足的 我不是被老師教我 就在那裡說 我什麼時候叫我兒童 首度入圍競馬影后的她 將對上今年第十度角逐 且已拿過兩次 最佳女主角的詹矮家 我是美香 我老公楊燦彪 他不斷都有個心願 就是希望整個 被人插出的矮紅燈牌 香港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 都是很舒服人 所以我覺得 這部戲 深刻在這個時候之間 令我特別有感覺 序言想替已故丈夫圓夢 載至首座霓虹燈牌的妻子 張愛家的每個動作眼神 都是戲 而七月才剛以致事拿下 香港金像家影后的 大陸演員劉亞瑟 也與王陶這個角色問頂金馬 他演活了一個社會底層的卑微人物 因為曾犯罪帶著愧疚而活 又為了贖罪 讓自己處在更多苦難折磨中 演技令人驚艷 另外新加坡資深女星洪惠芳 則化身花朵阿朱瑪里 痴迷韓劇的新加坡大媽 阿姨耶 你一人老旅遊 好勇敢啊 你兒子不擔心啊 他就像你我身邊 常見的平凡母親 一生為家人奉獻 沒想到誤打誤撞的韓國旅行 竟成了自我覺醒的人生第二巡 我可以說韓國的 你好 謝謝 我愛你 洪惠芳是第一位獲得金馬影后提名的新加坡女演員 出道近40年的她 除了喜劇節奏掌握得意外 也有細膩的情感 真情流露與運動人 因為很照耀 真相更照耀 大家好 我是劉璃明 還原片中節目名嘴的手勢口號 這樣完還有點害羞 過去總是演將內斂成員角色 給人寡言映像的張孝全 這次以最後真相裡 有別以往的演出風格 睽違十年再度入圍金馬影帝 你為什麼要幫他 我是在幫我自己 全世界都要幫他張正義 反而我這個人是 反而說話 你不會很想看 我們在想說 一個主持人要如何 讓觀眾記住 那可能往往是 人格特質當然是重要的 一直在想到底有什麼動作 然後想到就問導演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然後最後導演覺得 好像來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還不錯 每天早上6點 要幫女朋友吃完那一碗 他不喜歡的青菜之後 還要靠姐姐搭兩顆雞蛋給他配 然後努力練球練到晚上 你希望一氣呵成 然後你又希望你的語速 又有一個節奏的時候 你只要中間其實斷那麼一下 其實後面就全沒了 所以那一段戲就是 一直不斷地重來 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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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我記得那場戲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拍到後來 頭都昏了 片中的張孝泉 有過氣名嘴為了生成的 老練油條 也有媒體人 為了查證了勇往直前 以及對於人性的掙扎 各種面向的詮釋力道 都拿捏得恰到好處 我的人裡面有很多的人格特質 跟分布 只是他的百分比是多少 可能大家對我的印象 可能是畫少一點 然後可能慢慢的 我覺得那是我的一部分 那可能或許油槍畫掉 或者是語速快 可能也有 但是他是佔我人格的 百分比比較少 那在跟角色連結的時候 你就是盡可能 把自己的這個部分放大 演員總會在表演上 加入自己的觀察 以便貼近角色 一家子的姑姑教理 是演因兒子失蹤 加上賽哥失利 生活不得志 脾氣暴躁的養哥人家 油安順替角色 設定了跛腳的缺陷 讓觀眾能對這個 不討喜的人物 多點同情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會開始自卑 他可能會產生很多自卑性的存在 所以我一部分來講 跟人越來越疏離 然後把自己越來越 分離在自己的一個世界裡面 你餵食鴿子的時候 剛開始會有點害怕 害怕 然後他開始也變得順手了 就要快 很準 然後把他又要塞進去 對 所以有 剛開始開拍之前 有跟他們相處過 有幫他們 放飛啊 等他們回來啊 然後他們想下來 不可以 繼續飛 除了要花時間 熟悉鴿子習性外 更為了拍攝片中場哭戲 差點虛脫 情緒上來講是 也符合那個情境了 但我就覺得說 所謂崩潰的意思就是說 我真的是心裡難受到那個 你沒有一直喝水 你會演的是沒有辦法下來的 因為水分已經沒有了 已經乾了這樣 那時候是還滿崩潰的 我能夠做的 我一定跟你拼到底 因為覺得演員的任性就在這裡 這也是尤安順出到37年來 首度入圍金馬獎 同樣是帶著執念活著 以致池裡目睹妻子出車禍 胎死腹中的成癒刑警角色 二度角逐金馬影帝的港姓林家洞 將人性在陰暗山俄交纏間的矛盾 細膩詮釋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都挺傷心的 大家都有一種罪咎的心 他一個人 他帶著一種會做痕 但是他是一個警察 可以怎麼做 其實你是帶著這個痕 去處理你的人性 林家洞透過不斷挖掘 內心至今不敢面對的遺憾 來想像片中角色的無力與絕望 宅露圍城的張繼聰 則是眼活樂在疫情間 百頁蕭條的情況下 仍努力靠著專業拼搏的 清潔公司老闆 和領主角同是天涯淪落人的 相濡以沫自然深刻 那個會員問我 他不高血壓你 有沒有藥物過敏 我只發了一答不清楚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訊息很好 其實就是在這幾年面對疫情 即是我們香港人的一些… 一些小市民的過程 如何面對疫情 當中如何互相扶持 我覺得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我彈你沒有了 我挖手就要坐牢 你坐過什麼 你打我 另外已拿過三座金馬 男配角的黃秋生 在《白日青春》裡 飾演個性頑固 和兒子疏離的計程車司機 我的車子拍到我 趕時間 四天前才告訴我 跟結婚 有訊息給我的 一個失職的父親 卻像贖罪般的 與巴基斯坦難民 展開望年之交 黃秋生精湛詮釋了 從衝突到理解的過程 今年將三度角逐金馬營地 入圍也是種莫大肯定 五位優秀的男演員 無論最終誰拿獎 早就是各自引迷心中的 最佳男主角 喜歡這個媽媽嗎 嗯 可是妳不覺得她很奇怪嗎 七月才剛一週五 拿下北影最佳男配角的高英軒 如今再以同一個角色 獲得金馬獎提名 她的表演細膩又寫實 在未紀錄片的形式中 展現不著痕跡的演技 當時只有一個恐懼 就是我原本是表演指導 然後我現在變成演員了 萬一演不好怎麼辦 我覺得最難演的其實反而更多是 要演恐懼跟害怕 害怕的樣子恐怖的樣子 或者是撞頭的節奏 或者是樣貌 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 就是導演有一個很認真的眼睛 很入神的那個狀態裡面 就進入我們再一個我們再一個 最終我們都是被磨出來的 同樣是在高壓下被磨出好表現 以致死裡菜鳥刑警角入圍的里程 回憶2017年在香港拍攝這部片時 不論是精神或體能都很折磨 他們是會找提升 但是你完全用不上 像加冬他好像就是 連考慮都沒有考慮 就全部都是他自己來 那當然大家 我不能不自己來 總是感到緊張 為了要讓觀眾感覺到 而且是自己要感覺有這樣子的付出 你會感覺更投入 但真的蠻辛苦的 不僅在拍攝中眼睛受傷 查清後還發燒 宣了一個禮拜的病 但能夠入圍金馬男配角 也算辛苦有了代價 飾演一家子的姑姑叫禮 瘋瘋癲癲 又要逞胸鬥狠的流浪少年 同時又為新人 與男配角的胡志強 從海選中脫穎而出 得到角色 非常讓我吸引到的是我 摸不著頭緒他是誰 這件事情 我自己本人生命經歷當中 所碰到的事情 跟小虎的就很相反 就是他 就是我們特質有相似 然後可是 卻跟我的理解很不一樣 不斷在摸索 而持續在演員路上 摸索了朱宣揚 也以柯震東指導了新作品 黑的教育 首度攪住金馬獎 你知道這社會上 有多少比例的好人 多少比例的壞人 你好 你好 沒有什麼 你什麼 另外韓劇中的爸爸專門戶 曾演過繼承者們 德魯納酒店的 73歲韓星鄭東患 在新加坡電影 《花露阿豬馬》裡 化身一位暖男大叔 散發迷人魅力 女配角部分 今年75歲的泰雅族素人 林詹真媚 在海用家裡 演出三代同堂的 部落阿嬤自然的表現 令人印象深刻 這部戲好像我的人生 也很像我的過去的家庭這樣 所以拍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我說一次就好 我說因為一次的話 也許會感動我的心 你如果再演出第二次的話 我的感動一直不見 一樣圍繞著家庭關係 一家子姑姑叫裡的楊麗英 演活了為家人犧牲 個性壓抑的傳統女性 我們這家的花要讓這粉絲 都吃得乾淨了 我們家的錢 現在你還要出去賺錢 賺完錢回來 你還要繼續做你嫌妻良母的工作 你做得比以前還要多 然後在家裡又是最沒有發言權的一個 我身邊好多這樣的女生 對啊 我都看在眼裡 就也是很心疼 其中一場為往生的公公 唱前往歌的戲 讓她吃足苦頭 那個要甩起來有一個 有一個小 有一個小 你才小的在家 跳到後來那個腳抽筋 他們有說 他們以後如果到台北 有缺腳的時候才給我揪 我說我可以賺多樓 媽 你有想哭 但是哥哥自己跑掉的嗎 要一桶絞足的 還有片中 飾演女兒的李夢以化 有點愛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蠻叛逆的 一個角色 其實內心是蠻脆弱 那些都只是她為了 保護自己的武裝起來的 就是高強 由於演的是賽哥家庭 開拍前還得想辦法 跟歌子培養感情 就是一直這樣定格 然後就慢慢的起身 我甚至還跟他就是 對鏡自拍等一下 就是跟他一些精神喊話 就是我要開始工作了 你要我們就是互相加油努力 跟我找到東西 他們就不要來操了 有個網友在安養院工作 幾歲叫什麼網友 這美國女孩就是比較 臭屁一點 就是安靜一點 然後就是 我就想要試試看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個性的角色 去年的金馬信任得主方玉婷 今年入圍了女配角 年僅16歲的她 在最後真相裡的角色 就像個小大人 跟飾演父親的張孝泉間 自在互動 適時衝淡了劇情 緊張黑暗的時刻 首都入圍的港姓余香妮 在原路山嘎啦的眾多女性角色中 雖然是最後出現的女生 但氣場強大 表演具有辨識度 儘管是個配角 但只要有用心的好演員 就沒有角色是小角色 從演員柯震東 變成了導演柯震東 首度指導就獲得金馬獎提名 還成為金馬史上首位拿過新人獎 又入圍新導演的人 入圍當下我是滿開心的 只是因為就是感覺 前面的努力跟付出 就有被看見的感覺 你知道這個社會上 有多少比例的好人 多少比例的壞人 三個少年在高中畢業那天 互相開玩笑 然後猜忌對方 然後一路讓這個玩笑 越來越走向糟糕的結果 然後最終他們要面臨自己 對於自己身邊這幾個人的抉擇 由老搭檔九把刀 擔任監製與編劇 其實劇本早在七年前就完成 最初的設定 就是由柯震東指導 但當時他擔心自己無法升任 直到這幾年 心境更成熟 也開始接觸幕後製作 才決定實習導演頭 試著當個說故事的人 而曾在五年前 以串流之導 同樣入圍金馬鑫導演的 詹精玲 今年帶著新作品 一家子的姑姑將 問頂最佳導演獎 我這三角 機會就關過 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可能 也不見得是懷疑 就是只是說會可能會問自己說 我在做什麼 從來到不獲之年 對於人生的迷惘 觀察到 能從三百多公里遠外海 返家的賽哥們 彷彿就像是人 絕地求生一樣 於是有了創作劇本的靈感 但要拍攝情鳥類 可沒那麼容易 光是你要拍鴿子在你的竹井上面繞 這就是一個困難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借一批鴿子來 然後你把它放開來 它會在你的竹井上面繞 因為它就飛回家了 所以變成你要養 那養就很複雜了 就是你得要先 我們還要搭好井 然後養鴿子 孵蛋 然後還要交乖 除了訓練歌之外 不太愛照著劇本走的他 總是盡量讓演員 有多點表演空間 磨出更多可能性 關於祭出演員 更棒的演出這一點 以恐怖片咒 入圍最佳導演的柯夢柔 也有套自己的方法 我們應該要把很會演戲的 跟完全沒有演過戲的人 混在一起 讓會演戲的帶動 不會演戲 讓不會演戲的人 自然再去感染會演戲的人 你一直想著怪物的話 怪物最後就會住進你的腦袋裡面 希望往真實那個光譜套多一點 所以你裡面 不可能沒有即興的東西 然後在排戲的過程當中 因為假紀錄片 所有攝影機的位置都是 這些角色拿的攝影機的位置 所以你排戲的時候 你就會改走位 你就會改到鏡位 所以常常花很大量的時間 在和演員討論 然後排戲跟 打破原來的計畫 克服技術面上的難度 沉浸式的敘事手法 讓觀眾彷彿勝利其境 不僅在台灣賣出 1億7千萬票房佳績 在串流平台上架後 最高紀錄更曾搶進 全球電影榜第三名 想專心拍出屬於自己的代表作 這信念讓柯夢柔推了不少工作 今天你到底是要當一個 會賺錢的人 還是你要想要當一個 會拍電影的人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選了後者 就想要跟不管是同行 或是身邊的人 甚至像觀眾證明說 其實我拍的電影長這樣子 一樣是採用大量素人 2016年曾已指導的第二部長片 《只要我長大》 代表台灣 角逐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 泰雅族導演陳傑瑤 他的新作品《哈用家》 拍攝前期特別花了三個月 讓演員內化角色 認真白吃白喝 我才是客廳一下 我才在下面這樣子都有亂拍 換一場戲 那一般演員可能已經 劇本就上 上了之後導演在挑 就變他們換一場戲 我就要10分鐘內 我把所有的戲講完 然後分配他們就是要做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拍拍前 就有很多的討論 跟很多的就是狀況 他們都知道了 妳真的以為妳很厲害 我們丟臉就知道這樣 家庭是世界共同的主題 我希望大家來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它不只是一個原住民故事 它就是一個家庭的故事 在這塊土地現場故事 陳傑瑤用家庭當主軸 而無意迎合大眾口味 總是在作品中 表達對社會邊緣或弱勢族群 那份憐憫之心的張作季 這次也以新作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 第五度角逐金馬最佳導演 今年最佳導演入圍哲裡的 唯一一位香港人鄭寶瑞 則端出了被譽為是他近幾年 最具個人特色的作品 他在警匪片致詞中打造了一個 黑白色調的罪孽城市 過去幾年在大陸 拍了一系列西游記電影的他 走過名利雙收的取經之路後 決定找為創作的初心 在看似沒有希望的黑白世界中 他卻重新拾回了對電影的熱情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男主角陶優全的心聲 由情歌王子周星哲填詞譜譜曲 打造一首又酸又甜 展現初戀心情的情歌主題曲 我國中時期我跟陶優卻滿像的 就是我們都是比較暗戀型 然後比較被動 所以在演這角色的時候 我還滿可以體驗到 當時的那種害羞 但又很想要趕快說出口這樣 那你以前在學生時期 這樣暗戀後來有成功嗎 當然都沒有成功 要不然我這些情歌哪裡來呢 來吧 音樂才子又演又唱 一肩扛起音樂總監重擔 和資深音樂人侯志堅合作電影配樂 周星哲電影處女座 雙撩入圍金馬星人 和原創電影歌曲獎 是導演杜正哲 看見他純情的那一面 我認識他說他才19歲 就是16個夏天的時候 然後這幾年來 他就慢慢在歌壇 有了一個滿好的位子 就是很厲害的樣子 但是其實他內心那個 很純真的部分還在 15年後夏文仙 他最後一定會很幸福 我覺得最大挑戰是 要把自己的說話的語氣 跟所有的步調都 變比較高中生 17歲幼稚一點 因為我出道也八年了 所以整個人都比較 像有點男人 就有點長大了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 不要覺得我是周星哲 而覺得我是桃佑泉 27歲的周星哲 逆臨演出高中生 即使面對怪物星人李牧 表演不遜色或評審肯定 提名金馬 卻是今年年紀最長的 星人入圍者 年紀最小的則是他 畫畫 畫畫在哪裡 答應事實說 要我想像哥哥在電話班 跟我差跡 他很喜歡的我 當時才4歲的黃新婷 憑靠導演柯夢榮的講解 融會貫通 演活了朵朵 今年已經7歲的黃新婷 還記得當時 讓他從海選中 脫穎而出的鬼故事 有一個商人 他很愛喝酒 有一天他醉到在路邊 被一對兄弟看到了 兄弟就這樣走他的前 把他殺了 把他殺成灰 跟泥土混在一起 做成一個湖盆 把他賣給王老頭 王老頭把他當尿盆 有一天他半夜想尿尿 結果烏盆說話了 他把他被殺的 經過告訴王老頭 多吉清晰 熟記烏盆記的故事內容 不怕鬼的黃新婷 在片場 唯獨不敢接近他 尿婆 他有帶隱形眼鏡 很可怕 最不喜歡洞洞那一層 都畫畫很久 有時候住了 有時候長著 彈岩拍戲有趣 但也有辛苦的時候 反倒17歲的張祖君 十分享受拍戲出體驗 還有是我那個可愛的阿公 我是你最愛的怡諾 飾養哈用家小孫子怡諾 性格樂天又調皮 角色討喜 讓觀眾印象深刻 幫忙折 你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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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多廢話 我就是喜歡那種 一家人的感覺 那種零聚力 那種團結 我喜歡那種感覺 相符的點是 家庭背景都一樣 就是做農的 然後來自同個部落這樣 所以拍戲 說難也不難 最讓人動容的是 其中一場家人離世 上山大獵 卻毫無斬獲 情緒潰體 原來當天 張祖君意外得知外婆過世 讓她真情流露 那就是一個情緒到一個點 然後就那個眼淚 就會自然而然的流下來 可是沒有想說 沒有想過說會這麼崩潰 我覺得這是外婆給的禮物 今年進馬行人獎入圍者 聽覺年齡只有17歲 年紀小的還有10歲的 巴基斯坦一男孩林諾 和黃秋生在白日青春 有大量對手戲 被稱讚演技自然 還有新生代男星 25歲的胡志強 曾獲選台北電影節 非常新人 今年雙撩入圍男配角 和新人獎 亞娃亞亞 是我常聽的話 阿娃亞亞 露高豬起伊蘇拉 哈用家溫馨的主題曲 歌聲主人 來自電影裡的小孫女阿力 也是AKB48 TeamTP成員林婷莉 為電影注入一股暖流 入圍金馬原創電影歌曲的 還有進曲歌后 曹亞文 為劉馬購15號 創作主題曲 緩緩唱出奔求自由的聲音 從輕唱泥男 到歌聲響亮的漸進式唱法 隨著劇情鋪陳 牽動觀眾的情緒 另外入圍的還有 紀錄片《九槍》主題曲 《為了你》 由台約混血而賴雪靖演唱 四位入圍者 將分別用台語 國語 越南語 及泰亞族語等四種語言 唱到金馬獎土台上 我是從小被家暴長大的 因為他已經去年過世了 他走了以後 我有幫他吃素 幫他抄金 但是我父親他是基督教 我有沒有很叛逆 你有想過 那是哥哥自己跑掉的嗎 我們這間的火要讓我們這麼多 都吃得乾淨了 我們家的錢 我先看到的是整個劇本的全貌 就是這個導演在講故事的時候 他並不是像我們一般電視劇 或者什麼就是順理成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就這樣子 一路這樣子講過來 但是很多事情 他就講一點點 講一點點 他是用這樣子的線索 然後把整個故事兜出來 因為前面他也沒有告訴你說 他們家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從台詞裡面知道說 有一個誰沒有回來 然後你又知道說 阿敏這個角色在這個家 已經照顧這個家庭很久了 然後他也跟鴿子一樣飛不出去 那他也是沒有地方去 他就只好一直守在這個家 我在看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是看到很多我生活周遭的人 我的親戚 我的母親 我的誰 我的朋友 很多人也都是類似這樣的處境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感觸 我是從小被家暴長大的 當年我是跟我父親 起了很重大的衝突以後 我逃離開家 其實我那天看完整個手印的時候 我其實就好像被打了一劑悶雷 就活生生的看到你家裡的故事 就這樣在你的前面被扳演 然後你也就在角色裡面看到你自己 看到你的母親 看到你的父親 看到你的原生家庭 這麼直面 這麼直接 因為他已經去年過世了 對… 所以我們沒有正式的 這樣子面對面的和解 但是他走了以後 我有幫他吃素 幫他抄經 幫他唸地藏經 但是我父親他是基督教 我有沒有很叛逆 地藏經很難送 對啊 就還是很尊敬我媽媽 她那麼不容易 一直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面 幫我們拉拔長大 她都會講 那個時候如果不是你們 我帶就怎麼樣… 帶就怎麼樣… 跟你們老爸離婚了 我說你離啊 你比較拜託 你這麼老啊 你還要怕人家笑你 你自己都無法理解 但是你自己也收拾不了 但是就很氣 說 我真心想要你好 可是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然後都要變成好像在吵架 相愛相親也相殺 那種親人的關係 你覺得啦 你是不是那種會情緒勒索的幫幫我 有時候還是會 我就說我快要累死了 你知不知道 你快幫幫我 她就會 我沒有說不幫你啊 等一下吧 她就會這樣吧 怎麼變很兇 很兇 她那種情緒勒索 那種被打折扣 有啊… 我在世女裡面 我就到背這邊都是沒有衣服的 那其實還好 我自己都講說我80歲的時候 如果有導演要叫我這樣子全裸的話 全裸床戲這樣 OK啊… OK啊… 我覺得可以寫一個80歲老太太的 這樣的戲應該是很厲害的吧 對啊 因為你80歲你不可能是為了你的姿色 我會相信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創作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創作 我也很願意投入 未來有機會跟孫哥拍全裸床戲這樣OK 我OK啊 看他願不願意啊 那時候他本來要 他不是手要下去淋嘛 對… 他要去抓我的那個內衣這樣子 扯出來啊 在裡面這樣… 扯出來 一扯 他好像… 好像扯錯了 我說… 沒關係… 然後他壓下來 然後他又覺得很不好意思 這樣撐著我說 順子你壓上來 沒關係… 你壓上來沒關係 他不肯 對… 你那時候在試戲的時候 沒關係… 我說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他很辛苦 他很棒 因為我說你會被他幾趴的小動作 你會被他感動到 這樣就一點多了 然後在他耳邊說 我回來啦… 親了爸爸… 就哭人抱我這樣 那也夠啦… 對不對 那也就夠啦 我來鼓勵什麼事情 讓我來輸出去 我來輸出去 我來輸出去 什麼啦… 你給他洗好洗啊 你不要開槽給我接了 你像什麼手機還要洗死啊 能夠入圍當然 心裡面很爽啊 就是那天 剛好工作的結束 剛好在開車 看直播的時候 剛好… 一開過去之後 剛好在公佈男配角 我心裡想說 男配角 念… 念完了 沒有我的名字 其實我有一點… 心裡面就有點… 有點… 坦克不安 然後我就覺得 算了…這個太刺激了 然後又開車 我想說不要聽好了 算了… 那大概隔個一兩分鐘吧 電話… 就打電話來 我說這時候打電話來幹什麼 我就大概知道有入圍了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 心跳加速 分不清楚 什麼是油門 什麼是煞車 對… 整個角色非常錯亂 對… 好險我拉起了手煞車 沒有再繼續往前衝 要不然是暴衝結果 我看這不只… 可能就上社會新聞了 這個人什麼… 興奮成這個樣子 自己有稍… 稍微感傷了一下下 我覺得… 也挺好的 就是… 對… 這麼多年了 可以… 覺得還不錯 聽到自己要飾演阿琴斯的時候 那你… 為什麼會喜歡這個角色 不是 我不喜歡這個角色 你剛剛說 你演到一個 很喜歡的故事 一個中年文字 對… 原來有故事角色 可是我不喜歡阿琴斯這個角色 因為他這個人太煩了 他這個人真的是 一無四處 不曉得要從他身上 到底要學習什麼 那…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在跟導演 在討論角色的過程當中 我跟導演來… 我們把阿琴斯做一點點 比較可能讓人家同情 我說 我們來改變他心體上的不同 我們把阿琴斯 變成是一個 身體上有殘缺的 他在工地裡面摔下來推 有點受傷 然後… 裝一點髋關節 所以他走路有一點…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是… 不是掰咖的感覺 他說 那你覺得怎麼走比較好 我覺得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這樣子 就是李國超 所以我就… 學他走路的方式給你看 這樣… 這樣感覺還不錯耶 因為… 看起來不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 殘障人士 可是看起來就是… 會有一點毛病的感覺 年代感不一樣 因為我們父親那時候 在我小學 我二年級的時候 我還在鄉下唸書 那我爸爸他們在台北來做生意 開玻璃店 就把我們從南部接上來台北唸書 那我的父親呢 他是比較著重於他的朋友 他一直… 一直在工作 可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 他也絕對比較屬於管教我 他才會是比較開放的 就是他也不太管你 國中的時候 學生就開始做怪啦 然後我也曾經透過我們南部的… 一些做鐵工的人 做幾支扁鑽上來啊 對… 然後被我爸發現這樣 呵呵… 你做這個幹嘛 我說看漂亮的 你騙笑的 看漂亮的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爸爸的關係 因為生意做得不錯 然後他的朋友 我爸的朋友太多了 我爸爸後來有在… 有在外面還有什麼… 然後… 對… 然後還… 然後還把他帶回家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帶回家 然後我媽媽也就欣然接受 我們缺位媽媽 你跟爸爸離婚啦 我說不行啦 那小孩子… 你們就沒有爸爸… 那種很八點檔的劇情 在我們家看似的通通發生這樣 對啊… 真的我演個舞台劇也是這樣 我曾經就拿來把菜刀 沖到客廳來 因為… 爸爸後來跟小孩子常常會吵架 我就拿來把菜刀沖到客廳來 再吵啊… 全家死光光 對… 我曾經幹過那種事情 那種在國中生 全… 全家鴨雀無聲 然後大家… 靜靜地看著我 我就拿了菜刀在那邊 講這些話 然後自己哭了半死 說不要家庭是這個樣子 那種… 那種… 阿嬤啦… 阿嬤啦… 都從南部上來說 喔… 你… 安慰一下 好有畫面感 對… 因為我也經過一次婚姻的錯白 後來再來一次之後 感覺到要特別的珍惜現在… 擁有的家庭 該為家庭 該做什麼也是… 都… 從我這種經驗裡面 慢慢去累積 好一點吧 我覺得我這個爸爸最近責任進的蠻多的 因為工作忙碌回去 還要那個財餘餘子 這樣… 因為有時候工作忙嘛 因為有時候你會被他幾趴的小動作 你會被他感動到 像現在有視訊你 我想念爸爸之後可以視訊一下 然後有一次大概一個多的沒有回家 然後那天晚上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回家了 然後… 回到家的時候一點多了 然後在他耳邊說 我回來啦… 親了爸爸… 就哭人抱我這樣… 那也夠啦… 對不對 那也就夠啦… 那種東西就是一個家庭的聯繫 覺得那東西是值得的很好 對… 要不然我們又還要求什麼 對… 可是在阿欽司看不到了 阿欽司太慘了… 對… 因為我覺得阿欽司可能在過去來講 跟他那小時的關係一定是非常好 所以他才會在那個鴿子回來之後 會發覺 當初跟… 跟小時… 一起視訊的時候 怎麼回事啊 他會覺得說 人生是有另外一個喘機 是不是小時真的沒事啊 於是那樣的一個… 悉尼的層面會引起他所有東西的觀感 像郭哥演茶精演得太好了 太棒了 那當初… 我們導演跟製作人在打茶精的時候 都有去面試都有去試過 然後最後…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找了一個… 克宇老師過來教課 大概上了大概30分鐘之後 我就直接投降了 我說我沒有辦法 因為… 這個語言啊… 這個太難了 我覺得… 我做不到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我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還有其他戲的選擇 跟你要拍其他戲 所以… 我會怕和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辦法這麼專注 然後反而會害了整個戲 所以我才… 才那時候跟他… 我說欸沒問題啊 我可以來演別的 然後可以來試試看這樣子 對… 後來郭哥太棒了 好朋友真是… 都不簡單 而且我跟郭哥其實也蠻像的 對… 哈哈哈… 還好便宜 得獎的是… 你就繼續坐在那裡 他太爽了 覺得自己身上具備哪一些 我沒有 我沒有 那如果兒子未來有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你可能是沒有辦法解釋 我不敢想 如果他只是對於… 有名氣… 有幻想的話 我就一定要把它踹開 新聞很重要 真相更重要 大家好 我是劉立民 這次劉立民他是一個… 主播嘛 好聽著他主播啊 嗨 我還有女人要癢 拜託被殺我 手機… 你有什麼想說啊 你有什麼需求 你現在可以說什麼 劇組其實也… 安排了幾位主持人後面 跟他們的對談 其實對於整個角色的建立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你會突然覺得自己像粉絲 就因為我自己是會看新聞 我會看政論 那當你看到主播們 他們講話的方式 是跟電視上一模一樣的 就是… 對 就是那樣 對 就是你看到那個 你還是會有一點就是迷地那種 就是興奮的感覺 他們都會有一些 比如插腰 或是講話 就是或是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 大家好 我是什麼 其實你就是要有一些 簡單有力的東西 讓別人記住 甚至是可以有點滑稽的 你覺得自己身上具備哪一種 有的那種東西 我沒有 喂 喂 我私底下不是 對 所以其實能夠因為劉立民 過這個影子我覺得蠻好的 我私底下比較就是 如果不行就算了 對 容易放棄 對 最相似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有點 鬧 對 鬧 那個鬧不是說膽小 就是有一種隨遇而安 然後也會有點莫名的自信 自信就是沒事啊 反正妹妹就沒了 輸了就輸了 就譬如說 要開始拍戲了 然後被說很胖 就要很積極的趕快減肥 對我來說是很辛苦的 對 我覺得再一次入圍當然非常開心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跟其他的入圍者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棒 然後我覺得能跟他們一起入圍我 真的已經很開心了 但你說會不會想得 得當然好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就不多想 因為我覺得現在想沒用 反正到時候得獎的事 你就會知道了 你就把它當拆禮物嘛 得獎的是 你就繼續坐在那裡 他開手 沒有 不要這樣 是不是你會站起來 好不好 做一整場不會偷跑出來的 我都會啊 只要一廣告我就會出去 小馬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 我沒以為我們在教孩子 但其實是孩子在教我們 我覺得確實 就我也不是完美的人 我在家裡 就是我也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譬如說我其實是很在家裡助詞 譬如說我會罵 然後有一天我兒子就突然罵 可以逼你 然後我兒子也就罵 然後我就傻眼 就是 你怎麼會罵 對我就覺得這樣不對 你怎麼這樣子 他就是因為你講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跟你道歉 那我以後不講了 那你也不可以講好嗎 那你就好 對不起這件事情 其實這是一個我們互相的溝通 然後我覺得那也是一個信任的基礎 那如果兒子未來有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你現在想起來 你可能是沒有辦法解釋 我不敢想 希望他不要做太誇張的事 我記得我國中有一段時間 然後反正那個時候就有在追女生 你就是會覺得 靠我是男生耶 我就是要 不可以讓女生付錢 但是我每天的零用錢就一百塊 那我要怎麼請女生呢 然後有一天我就覺得我受不了不行 我要請那個女生 所以我就偷偷找帳 趁我媽在睡覺 因為她工作很辛苦 我就偷偷抽了一千塊 結果過得很爽 我就等著 是不是明天會被抓到 結果三天之後 我發現沒事 我隔天就抽不在 我就抽五千 然後抽一萬 太多了吧 我媽都不知道 原來我媽對於這個東西 是神經很大條 她很秀 但她很容易爆 譬如說她不喜歡 你說她很胖 你說她很胖 她就直接爆炸 她就是一個很容易爆的女 射手女 我其實現在沒有想這個問題 如果她真的有機會 有演員的天分跟特質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去限制她 但如果她只是對於名氣 有幻想的話 我就一定要把她踹開 對 就是你根本沒搞清楚 就是你如果想這樣子的話 那你去 我也不會真的主張 如果要我幫你 我是不會幫你的 我自己想辦法 她只是想要 我就是要 是個屁孩這樣子 那你用你的方法去屁 我不會幫你 政案組刑警 遇上害死七二的街頭 林家東和劉亞瑟 在街頭追逐 港片致詞 以黑白手法呈現 強勢獲得金馬獎14項提名 頒獎典禮即將到來 傳出全體入圍團隊不會出席 三十三歲大陸女星劉亞瑟 在致死中 虐心精湛演技 奪下香港金像獎影後 憑藉這部片 再入圍金馬 已經表明不參加 而港心林家動聽牌影帝 也不會出席 將有台灣演員李淳 以及音效師諾帕瓦特 代表出席走紅毯 雖然香港演員沒有透露缺席理由 但不免讓人聯想到 日前香港電影業協會 敦促會員參加金馬獎時 要三思而後行的聲明稿 儘管如此 仍有日本大咖引人力挺 堪稱影帝製造機的日本導演 世之愈和第三年來台上金馬電影大師客 這次會和桂倫美一起上台 頒發最佳新導演獎 日本影后黑木桶 典禮上合體張政頒發影后的注 黑木桶小姐其實跟我有一點私教 所以我們本來就認識 然後其實因為她之前也常常來台灣 她對台北其實蠻熟悉的 但因為這幾年一直都沒有機會 跟她見到面 這次可以跟她一起到金馬獎頒獎 我覺得蠻特別的 也想見你爆紅的許光漢 將和王晉一起頒發最佳新人獎項 以及入圍本屆最佳新導演的柯震東 會和陳柏林合體揭曉典禮第一個獎項 金馬五九倒數計時印尼期待萬分 因為她的西裝也是台灣的品牌 柯震東去年參加金馬獎穿搭霍好評 時尚教主藍心梅主持的美妝節目 每年三斤都會在紅毯時段開直播點評 本週登場的金馬獎也不例外 造型師更看好入圍最佳新導演的柯震東 有機會成為紅毯最帥 男生的話 柯震東 對 因為我覺得他是有時尚品味 而且代表這個新的世代年輕人 我覺得張孝全雖然我們常常在金馬獎上面 在很多的頒獎典禮上面看到他 但他始終就是那種紅毯的模範聲 他一直以來維持一個很好的身形 比起男明星女演員的造型更加備手期待 黑木桶雖然她已經將近60歲了 但是她的身形她的樣貌都保持得非常好 有這個日本的陳美鳳的稱譽 也讓人非常的期待 比起金曲和金鐘獎 造型師認為金馬獎的格局更大 演員們的造型也會比其他典禮更裝皺 金馬獎他的特性就是通常大家都會以比較典雅 比較優雅的方式 然後讓自己的氣場展現出來 畢竟在電影圈的這些演員們 他比較不會像譬如說金曲獎歌手 他可以接受比較大尺度的這一種服裝 其實這幾年的流行趨勢就是 越簡單越好 然後乾淨然後有光澤度 造型師預測今年服裝趨勢越簡單 越能展現個人特色在紅毯上成為最亮眼焦點 天遠新聞李明輝羅網上張啟雲台北報導